记者罗欣怡桃园报道单亲妈控诉荒山亮向她 查后两人小酌,却遭到性侵 图翻射画面台语金 割王荒山亮卷入性侵怡云 遭45岁的单亲妈控诉 后乱性,就连讲好的100万和解金 荒山亮也只会了一 原就失联,讯息已读不回 单亲妈气得到警局提 并揭露当时两人在谈判时的对话内容 单亲妈A表示 自己年轻时曾在餐厅住唱约一年的时间 索,有点歌唱底子 认识荒山亮后 去年10月25日接到店 两人约好11月3日在录音室见面 荒山亮还向她够了一万两千元的五金茶叶 当场付了买茶费 接着就在音室喝酒聊天 恩女不胜酒力 被荒山亮排到房间 亲妈秀出两人间的对话 图翻射画面 她知道我个人在桃园没亲戚 可以把她当哥哥 恩女哽咽地 当天她喝醉无力反抗 再加上自己生理期来 没到荒山亮会应来 恩女哭诉自己一直说不要 但荒 亮却说没关系 哥哥疼 我会小力一点 事后恩女睡 一直到隔天才起床 恩女本想低调解决这件想道 心痛的事情 秀出两人之间的对话 她提出一百万和的要求 直接讲明当天是出于非自愿 但却背应 不过让人不解的是 恩女内容中还提到女儿出事 难处 情体量 最后还要求荒山亮要付现金 单亲 去年11月3日第一次到荒山亮的录音间 图翻设画 对于恩女的要求 荒山亮也回应表示自己没有办 一次给那么多钱 希望可以慢慢支付 恩女要她支付一半 还强调 自己是真困难才开口 很丢脸 罪 荒山亮要了她的账号 转了一万元后告诉恩女自己 很穷 只能慢慢给 剩下的还要到台中找朋友见 恩女控诉 没想到这个月一日 两人和荒山亮的朋友 录音室谈判 荒山亮开门见山的说就是要跟你 我没有钱 也没有一百万 希望我们还是好朋友 恩女拒绝后 荒山亮直枪 有本事去告我 恩女最后 个气的提告 不过对于恩女的指控 荒山亮强调字 绝对没有性侵 我被持续恐吓勒索一段时间了 因为缺钱来找我 我手上有很多她恐吓我的证 我会请律师对她提出恐吓取材告诉 林口景芬 也证实 日前女著唱歌手在桃园当地的分局报 后 因事发地点位于林口 因此按键单一窗口转 林口分局受理 日前已寄发通知书给荒山亮 通 她在三月底前到分局制作笔录 倘若她要反告孔取材 警方也将依规定受理 尊重身体自主权 请打113110 请打因为赞 says won iş 中文字幕 Way 意志 逮 res